詞曲 李宗監俊 由此 正在發表 她當時是針對我們燒大量的煤 其實是石谷的大量 一樣 可以將地球的溫度上升構成一個威脅 但當時她這個先知先覺是博家 但是她想起一個威脅 她想起可能是一千幾百年之後的事情 所以有一个英文是一个学术性的问题 是一个学术性的讨论 没有想过是一个现实意义的 他发文都猜不到 现在我们真的看看二氧化乱在大润里面的上升的情况 上次给大家看一点点 其实波浦加按照一些间接的证据的推论 例如tree rings 胡仔的沉积 很多很多方法 他推断在1850年 甚至有些现在说到1870年 大气层里面的二氧化乱含量都是280 ppm 但人类真正直接发明一副仪器 去量度大气里面的二氧化乱 这个仪器是不简单的 大家想想一下 因为在量度的含量是低成这样的 仪器人的精密度和敏感度很高很高 就是在1857年的IGY之后 大概结束了 1958年 是一个叫Charles Keillen 很年轻的科学家 他才进行量度 但他的量度出来是315 但当时他不知道315已经是高了 他以为是正常的 但我们现在事后好明知道 比起19世纪 原来已经高了12.5% 这个就是人造卫星影的 这个就是夏威夷群岛的其中一个 这个其实是一个瑞火山 就是Mona Loa 这个就是上面的Observatory 但是这里的量度 其实就是揭示了人类的未来 未来的生死 那这个图呢 其实上个星期都给大家看过了 就是由1958年一直到 这个其实是去到2000多 那它就去到380多 现在这个 但当然现在已经outdated了 我都说过 今天呢 其实我们人类测读到的 已经是高过400 已经超过400个PPM 但是说到那么多历史呢 就是说原来 人类 即现代的科学家 对这个问题 是发出警号呢 当然那1895年 就是比较走在时代的前头 不是很多人去关注的 但是 早在1970年代 即60年代和70年代初 其实就不是由 气象学家 或者气候学家 最先提出警告 反而是天文学家 就是我自己的 由小到大的爱好 就是天文 大家知道天文和气象是两回事 天文台改错名 天文台不搞天文的 你知道 我相信大家有什么常识 大家在这里生于世 就不要说没有什么常识 不是怎么做大学生 天文台不搞天文 天文台搞气象 天文和气象是什么 不一样 再简单 就是大气层 大气层以内的 就是风雨雷电 那些就是气象 Meteorology 大气层以外的 日月星辰无尽的 大气层以外的 天文 Astronomy 两个是风华 所以天文台改错名 天文台不搞天文 天文台是搞气象的 但这就是历史的错误 他们不改的了 我问过去 他们不改的了 因为我在这里 不早了十年 我进去的第一人 他要问这个问题 我说天文台是错误的 他说是 不过没有人敢说 所以一直会错误的 不要紧 日本叫气象不轻 大陆叫气象不高 是吧 我们叫天文台 好了 但这个天文 今次仍然有人以为 叫做Astrology 那是阴哥文 你们不要搞的 你看看 你把香港大学调了 Astrology是迷信 不是科学 是什么 星相学 叫占星迅 OK 即是说你的运程 它叫Astrology 天文是Astronomy OK 那你现在有资格做大学生 好了 其实在60年代 70年代初 天文学家 其实就是透过对金星 对金星的研究 竟然提出了 他的失控的温室效应 这个警告 就是说 原来金星上面的温度 是比他们预计高很多很多 差不多接近摄氏500个 如果按照金星和太阳的距离 没错 因为金星是比地球近太阳 所以我早就算到 应该金星的温度 应该是高D 但是D 不是打算DFG 现在是高D 不止D是DFGHI 而是接近摄氏500个 这个是完全解释不到的 按照距离 按照什么解释到 就是大气层的构造 因为原来火星的大气层 是比地球共物接近100倍 而它的成分主要是弱化碳 科学家很快就作出这个推论 就是因为一个非常之强的特强 军室效应作用 令到金星的表面 是热到 令到某些金属是溶的 例如 圆这种金属 Led 就是最近的圆水事件 的圆 其实在金星的表面是液体 是这么可怕的 这个就叫做Ronaway Greenhouse Effect 但是当时已经有科学家 来出来 不是的 地球现在的二氧化碳 正在增加 因为1958去到1970 都已经知道了 是一个Killing Curve 所以他们已经提出警告 但是最惨的 就是有一个 无端端杀出了网络的情侯金 刚才那位是天文学家 但在气候学家 climate quality 当时他们担心的 不是全球热化 当时也没有这个名称 我告诉大家 当时最多的名称 叫做Greenhouse Effect 就是Global Warming 这个名字 是很慢的 当然很慢的 是对我们老人家来说 对你们来说 一出生就有Global Warming 但你知道我中学就是关心的 所以我中学一直到 30岁里有Global Warming 这个字 告诉你们 是我40岁 才有Global Warming 这个字 正如Environmentalism 这个字也很新的 80年代之前 没有Environmentalism 这个字 那时候叫Conservation 保育 就没有环境保护主义 好了 说一下这个 当时 这些气候学家担心了 真是惨 对 相反 担心地球正常走向另一个冰河期 因为上次我也介绍了一点 如果按照那个冰河期的周期 原来我们自从上一次 13000年前左右 离开最后的冰河期 我们现在是一个温暖期 但是按照那个周期 我们已经过了冰河期的高峰了 接下来 我们的大趋势 应该会越来越冷 所以 那些人 就已经 有些是迷不耸听 可能我这些行家也有些责任 就是教科普那些 就是Science Popularization 那些 就说 Age is coming 这样才卖到的 那些书 其实那时候我也有看过这些书 对 下一个冰河期 当然大家都知道是危不耸听 因为说的是几千年之后的事 就是我们越来越洞 几千年后 可能五六千年后 我们就进入另一个冰河期 但趋势是这样的 而实际上这么巧 在大概1940到1970年这几十年里面 地球真是有了冷却的迹象 算出来是大概低了0.4度 于是更加令科学家 就说哎呀糟了 但其实我们现在又是时候 孔零看了头 其实这个0.4度 当然跟冰河企与无关 为什么明明应该是暖化 反而那段时间是降低了 现在科学界差不多都有一个定论 是因为很严重的空气汗烟 全世界那时的空气汗烟 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但也燃烧大战之后 当时未有环境保护意识 很多煤是很骯髒的 即是烧很多煤是很多汙烟 令到大气汙烟非常严重 但70年代打后 反而都是说西方 但西方开始环境保护抬头 就有很多所谓空气清洁法案 就是Clean Air Act 无论是英国、美国慢慢通过 所以就令到这个汙烟减低 所以其实那0.4度 就是一个很惨的 令到掩害了全球暖化的大吹势 是真的有一个小小难缺 好了 总之 我们现在都一致 我们说对方全球暖化里 都很多人 当然是很尊重这位 Dr.Hanson 可以称他为一个英雄 因为其实他近代是第一次 正式是敲响警钟的 这个所谓正式敲响警钟 就是我们学术界是非常事会的 什么叫正式呢 是一本叫做国际同齐评审的 学术期刊里面刊登一篇论文 那个时候叫正式 即是你走出去自焚都不算正式 你上电视更加不是正式 你拿诺贝尔奖都不是正式 我们只有一个定义 就是学术界 就是International Peer Reviewed Archidemic Journal 发表论文的论文 那些不是正式 你拿诺贝尔奖都不是正式 你拿诺贝尔奖都不是正式 好了 真正在这个International Peer Reviewed Archidemic Journal 发表论文 谈论这件事 就是1981年的Dr.Jane Chanson 他就是在最权威 美国最权威的雜誌 就是综合性的科学雜誌 每一个领域都有权威雜誌 一本综合性的英国就是什么 英国最权威的综合性科学雜誌叫什么 Nature 美国就是Science 没得咬的了 就是最权威的 在美国的Science 发表得很厉害 1981年 他就发表了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随时你可以在网上看 Google scholar 或者就这样打老门看 这个呢 就是一个或时代的 李程碑 其实他是研究太空的最先 他就是研究金星的 他就是当时其中一个的主要科学家 但是他因为这个东西 他的兴趣就转移回地球了 他几年前退休了 他做到这个哥达太空研究中心的主管 开头是科学家 后来做主管 做了几年后退休 现在应该70岁了 好了 但是呢 那个都是学术界 但是1988年 就是发表了论文之后 大概有七年 因为学术界有很多讨论 有很多人觉得 这个已经超乎了学术的讨论 影响到现实世界 社会的未来的发展 这样呢 于是美国国会 就是进行了一个聘证会 Congressional hearing 邀请了这个Dr. James Hansen 那时候还很年轻 八百年那时候 他四一年出生 大家看到了 进行作证 就是说 是不是真的 你说的话 会不会危险 有什么实际的证据 那么他就六月一日上了去作证 那也是说服到当时的 那些政府 主要是那些国会议员 就说 这个是一个真正的威胁 那本来呢 这个故事都有一个好的开篇 即是说 一个是八八年的 八一年 你都学术界 不要说了 八八年之后 其实是人都知道的 但是我认识呢 八八年到现在 我们做的事 差不多是 近乎零 那不是近乎零 而形式上 我们做了很多 首先说回暖和国 暖和国 那应该都是 维护我们人类的安全 和未来 那所以呢 这个UNResponse 这个第一步 就是 首先它成立了 1988年 所以很快 也不要说它立落 是吧 它就成立了一个 著名的叫做 跨政府的 气候变化 一个专家组 叫做IPCC 就是Under世界气候组织 WMO 和联合国环境的处 我们叫做UNEP 那这个IPCC 其实两年之后 已经发表第一份的 评估报告 First Assessment Report 就是说 哇 我们现在看到 二氧化碳的上升 很明显的 全球气氛上升 也都似乎看到 很大 那时候不是很明确 因为1990年 就是26年前 但是两个东西 是不是真的相关呢 二氧化碳上升 是不是人为 都仲有耐的 研教室 研教室 之类呢 是一个初步的报告 九二年呢 就出了个 supplementary report 其实就是更多的资料 好了 那另一个 Response 2 除了IPCC 就叫做UNFCC 大家一定要懂 这个呢 就叫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这样呢 就是这个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本来就是三个C的 是UNFCC的 但是这些人呢 就拍很烦 CCC 就算了 CCC 那就是刚刚趁九二年 那时候呢 就是有一个联合国都主持的 就是在巴西里洋月内劳所开的 UNEP的会议 但是后来那些人 就个个都不叫正式名字 就叫做Earth Submit Meeting 地球峰会 其实都是一个环保的 很重要的峰会 就是趁那个机会 成立了这个UNFCC 那很重要一样 就叫做什么呢 就叫做National Greenhouse Gas Inventory 就是一个盘点 就是叫盘点 就是要所有的剃弱国家 就是联合国的成员 每年都要报告给UNFCC 听说 过去那一年 那个二氧化碳的总排放量 当然是to the best of their knowledge 其实都不是那么难计 为什么呢 就是排了多少二氧化碳呢 就难 但是你烧了几个煤 烧了几个石油 烧了几个天然气 这个很容易计 而已 差不多你 除非你不发挖 即是你不挖挖 你不进口 你挖挖得出来 进口得来 是吧 那些烧了多少 你知道嘛 所以你一烧 那么多吨煤 你就扩暗 那样怕烂 所以这个是很容易计的 所以他就要 所有的体育 就是成员国都要报数 这个当然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没有数据 你就不用进一步做研究了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惊人的 就是根据那个所谓的群点 就是计算 这个就是1800年 1800至1850年 其实那时候人类已经大量的燃烧煤了 但是你看看呢 大气层里面的二氧化碳的增加 都不是那么多 因为大自然是吸了它 但是呢 你跟着下来 你看这个上升是非常急速的 而且这个呢 只是去到2004年 这个都很旧 这个资料可以找到更新 留意呢 这个吨 这个是公吨 metric吨 的carbon 这里是8000 现在来说 其实我说是十几万的 但是这个是用carbon 所以有时候你看这些数据 在文献上面 很混淆的 我最先都很混淆 为什么大家说的东西不对口 就是不对口形 不合格的呢 原来有时候他们用carbon 有时候用carbon dioxide 是两种事 有些人就说 我们现在计算 就是计算 释放了出来的carbon 但是你知道carbon 是什么呢 carbon dioxide是燃烧煤 那燃烧煤呢 就是碳 你知原子量就是6 氧就是8 所以两个氧就是16 比6 所以就是三分弱 三分一 所以如果只是计算碳 你会看到这个数字 就是小 三分一 有时我们用carbon dioxide 所以大很多 所以我现在 这些人有total 有石油 煤 你看这个变化很重要 煤 石油 natural gas 三种不同颜色 浪水 在水面 做成化 原来生造造型 原来生造型 成立的 所以现在更多 对确 除了炎烧爆炎 都是注重大 就是水面 製造型 但大家知道 中国现在就是制造型 很多很多 或者其他 无论鋼 和英泥 软 产能过剩的问题 你看它的上升,如果到今天2016的数据,如果只是碳氧化,一定是超过100亿吨每年,是annual 100亿吨。 但如果是整个carbon dioxide的份子,不是100亿吨,是超过300亿吨每年。 当然这个carbon cycle,随时讲三个小时,这个碳氧化,至于大家知道,碳氧化出来,自然也有很多方法, 土壤,树木,海洋,各种地质的过程,细菌等等,都会有一个循环。 但保密现地,现在我们这个循环是受不了,受不了。 一个dynamic equilibrium of balance, the rate of carbon dioxide emission by humankind, 现在已经大过50% higher than the rate by which nature can absorb the gas. 所以我们每排放一吨二氧化里面,有超过半吨,没有人发大自然吸走,停留在大气层里面。 所以它就不断累积,情况正如水缸,不断地,这里有水入,这里有水出。 但是很明显,这个入水已经大量,速率比去水大,所以水位不断上升,就是简单的道理。 这就是所谓sauce,或者sink,这个sauce是中文,你认为排放源。 sink就是一个,我其实当时自己作的一个,就是吸储的一个负, 即是吸储储存的一个负,但其实现在已经不平衡。 就是吸储储存的一个负。 好了,回到最重要的,现在你们读中学都可以读的, 不过读完就不记得了,就是京都议定署,你们也有读过, 你们读通识应该有读过。 刚才说过,就是1990年, 1990年就发表第一份assessment report, 92年就有一个补充, 然后跟着几年后95年, 他就有第二份assessment report, 其实那个assessment很明显来,就是越来越确定, 就是这个义用法能测加, 不用讨厌,很明显, 很明显,这个量度到, 而全球的平均温度上升, 亦都越来越明确, 而且根据科学的研究, 两者是因为温测效应, 联系起来,而这个是人为的。 当然这些report每次出来都很多人争拗, 一会儿你会看到,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争议呢? 有些是健康的, 有些是正常的科学, 一种学术的争议, 这些我们觉得是没问题的, 有些很明显不是的, 有些人会看到, 好了, 但是, 其实说真的, 那时候1997年去到, 我们香港人最关心的就是回归, 七一回归了97, 所以我们就不知道, 原来七一之后隔几个月, 在12月, 在日本的京都开了一个会, 这个会呢, 当然, 我们七一回归就决定香港的前途, 但是, 这个会就决定任类的前途, 重要很多很多会, 这个会就是, 这个叫做京都会议, 最后呢, 最后呢, 超过一百六十几个参业国家, 最后就签订了, 这个叫做京都议定书, 但是这个名字呢, 就是protocol这个字呢, 本来就很难忘, protocol是在外交上的礼节, 是一个程序来的, 但是近这二三十年, 大家就很熟, 因为IP对用了这个字, 就是说一个电脑和一个电脑打招呼, 那个就叫做什么呢, 就叫做protocol, 就是有一个程式, 一个电脑和一个电脑, 如何握手, 那些叫做protocol, 其实这个字以前很难忘, 是外交上的名词, 但是现在它用了protocol, 中文是很麻烦的, 其实最先, 最多人用做议定书, 其实是一个很弱的含义, 不是一个协议, 后来呢, 现在写下写下, 有些甚至就要用协议书, 所以都没所谓, 因为protocol这句字, 没有一个很正式的中文名, 有些现在用协议书, 但是最重要的, 我留意了一件事, 就是but not signed by USA, you cannot trade, 当时是说即时, 这个字我都是二十年前才学的, 当时对我来说, 也有震撼症, 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自大成狂, 没有入医, 我二十年三十岁, 以为懂了所有英文字, 为什么我到四十岁, 才发觉有没有英文字不懂, 就是这个字, 就叫requify, 原来requify这个字, 就是去确认这个意思, 特别是一个协议, 原来当时, 这三个国家, 都是说英文的, 不用说了, 都是来自英国, 就是, 他们是有派代表去京都, 是有签到的, 那个签就是仪式上的签, 到最后他们要回去自己国家, 通过他国家最高权力机构, 即是美国来说就是国会, 那个再落实, 那个才叫做签署, 英文叫做requipification, 但是这三个国家, 就都没有了, 当时, 大家一起签, 但最后回到自己国家, 是没有落实的, 即是等于无签, 这个是没有意义的, 好, 然后呢, 我们一跳一跳去, 去到2001年, 就有第三个报告书, 我很记得, 因为我2002年, 就是做了香港建筑青年协会的主席, 我第一次搞的联谊晚宴, 我搞一年, 我搞四次, 第一次就是邀请天文台台的台长, 因为2001年, 我已经离开天文台, 因为我其实94年, 还没离开天文台, 我就去了澳洲四年, 回了一楼, 回了一楼之后, 我回到香港大学工作, 但是我2002年, 做会长, 我特意邀请当时的天文台台长, 不是林超英嘛, 你知道现在常常见林超英, 是比林超英更早, 叫林鸿坤, 来我们的联谊晚宴, 就是讲第三个报告书, 其实他很清楚, 讲完之后, 我们一中那些, 结出青年协会的会友, 又是一个挺震撼的, 原来当时他们才知道, 问题是这么严重, 我当然是一早知道, 但是我就请台长来跟他们讲解, 我很记得是02年头的, 然后呢, 05年, 经到院定书, 其实才是生效的, 真是连了谱, 为何97年签了, 05年才是生效的, 这个是报场的故事, 今天不讲, 有机会才讲, 但是最重要的是, 1997年, 克林顿就派了戈尔戈尔, 副总统去了京都, 叫做签了, 但是回到来, 克林顿明知过不了国会, 为什么呢? 其实跟现在那样, 历史同意, 总统是民主党的, 但是控制国会是什么呢? 共和党, 共和党, 所以又是揹脚丫总统来的, 某程度上, 所以黑鲁敦當時他明知過不了國會 所以他是聰明仔 他免得一鼻子灰 他戴了回來後 他靜悄悄就收回了季統帝 他沒有拿出來讓國會來通過 因為他明知通過 因為共和防控制 之後就輪到這個布泉仔上場了 真是來了 George W. Bush 他在2001年3月公開說 我們根本不會簽的 我們不承認這個京都議定書 而這個在澳洲 其實澳洲很明顯是美國的 說得難聽一點 只是一條黑巴狗 這個John Howard 霍華德 其實就一模一樣說 我們都不承認這個京都議定書 直到2007年 工黨的陸克文上任才有簽 不過這都是形式 其實沒什麼意義的 記不記得陸克文 是能操一口流利的什麼 你看 國語 一個澳洲總理 但是他講國語 分辨都比你好 即是普通話的 他跟大陸是朋友 他終於簽了 但當然這些人是惡搞的 當時也很喜歡 北極或者南北兩極少些冰 Oh! Easier Arctic Drilling Lower Oil Crisis 你別以為這部 其實說得差不多10年8年前 不做的惡搞 很可悲地 其實今天是完全在發生 大家經常看新聞都要看 北極的海冰龍花 人們還搶著來轉探石油 其實這真的是一種瘋狂的自殺行為 好了 Putting things into perspective 美國真的不肯簽是邦某 他當時的理由是 為何很多第三世界國家 即所謂發展的國家 包括中國、印度 當然是巴西都沒有正式 但他說為何他們不需要遵守 一些氧速性減排的指標 而我們西方富裕國家 這些發達工業國家 就要遵守一些氧速性減排的目標 我們叫做Binding Reduction Target 是有的 即是KLT是有的 詳細是不詳細說的 過不多年 都沒有效 但這個當然是荒謬 你看 Until recently 其實美國佔全世界人口 是不到5% 但是排放的餘餘發展佔了25% 現在來說 其實已經降低到20% 還是這麼低 不是因為它減少很多 是因為其他的國家起零大 所以它的比例上好像少了 還有 你知道現在我們都說了 其實中國就是第一排放國 以總量來說 當然我們要看看 第一 美國是3億人 中國是13億人 即是美國人口是我們的零口 這就是一點 所以 其實人均排放量 都是我們中國的幾倍 第二就是歷史責任 就是說 現在陳永明多了二項發展 主要是哪些人放進去的呢 特別是97年的時候 up to 97年 簽經都已經輸了 其實大部分是由西方放進去 特別是美國 有人做過一個計算是西方的學者 不是我們中國的 他說直到2005年 那麽上一刻為止 其實當時大型層多了二氧化碳 是有 起碼百分之二十八 是由美國 即是排放進去的 美國當時就以這個為一個借口 就說爲什麽他們的發展中國家 不需要有約束性納貸目標 就不肯簽 當然這個方案 說得特別是布殊仔 說實說布殊仔很明顯是 對911是負上不可推謝的責任 當時如果戈爾做了總統 很多人說 其實戈爾應該是做到美國總統的 當時那些甚麼選舉有人票 有些人甚至用政邊來描述那次選舉 其實布殊仔如果是說正式總票數 是比戈爾少了 當然 但是他就做了總統 你肯定如果戈爾當時做了總統 是不會有夠一人的 布殊仔這個是極右的鷹派 他叫做鷹派的總統 對穆斯林是極其敵視的 他甚至叫做born again 大家有沒有聽過甚麼叫born again 你知道美國是極右的 尤其是原教旨主義基督教 中西部中南部的叫做bible belt bible belt是迷信得很厲害的 特別現在還有過分 因為阿士現在倒閉了 因為去了明珠 你們有看權能時間嗎 權能時間以前就是在阿士英文台 現在就變成無線的英文台明珠台 其實那個就是一個代表 他們叫做福音派 Evangelism Evangelical 其實是一種極右的原教旨主義 他們宣稱的叫born again 布殊仔自稱born again 即是說他們是得到一個上帝的秘任 是重新來新生的人 他就是了 當年他在國會裡面 其實他是無意廣漏口 廣漏了嘴就說 我們其實現在打伊拉是一場聖戰 我們是替天行道的 這個是上帝的意志 哇 立刻被所有舉國上客 即是為之挽然 因為他違法了美國憲法的第一修訂案 The First Amendment of the US Constitution 就是政教分離 政教分離 好了 但是另一方面 美國也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 也是科技最先進的國家 但是他不肯肩負起這個責任 是完全推翻了京都的協議書 很荒謬 但是當然這個就過熱了 大家可能都知道 那時候在讀小學 那就是06年的時候 其實他之前已經十年八左右很多 就是露處奔走 提出這個全球變化的危機 一個威脅 但是後來那些人就說 你每次製作了一個POWERPON 當年 周圍去播 那些朋友跟他說 你周圍去飛 周圍去播 每次最多幾百人來聽 不如我們幫你製作 變成一個紀錄片 可以製造光碟 很多人都看到 那個時候是不信的 我看過他這樣輸就說 我問有沒有搞錯 有人會出錢買到光碟 光碟裡面只裝著一個POWERPON 以及他的樣子 即是他一路的POWERPON 就像我現在這樣 譬如現在有個攝影機 拍著我這樣說 拍完之後 你的碟有沒有人買呢 沒有人買的 但幸好他的老友記 都挺涉而不捨的 不斷去拿他這樣追 拍了之後 這樣就令到他拿到兩樣東西 一就是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 二 諾貝爾和平獎 所以他的老友記 真的是記一功 請食飯都不行 當然他拍了紀錄片 叫做不願面對真相 這是台灣的譯名 我喜歡的 但香港的譯名 我很討厭 我很討厭我不會用的 因為香港譯作絕望真相 如果絕望還看來做什麼 不用說絕望 所以香港是很差的 但其實台灣是好的 Inconvenient Truth 就是不願面對的真相 所以 令他獲得 07年的奧斯卡 最佳紀錄片獎 還有 07年也剛好 就是IPCC8表第四號報告書 這裏都說了 超過2500個專家 即是科學家 有800個人 是真的有 Count review的執筆 450個 Lead office 130個 countries 之類 很厲害 很厲害 出了第四號報告書 其實已經說得很明確 由1到2到3到4 很明確之餘 令到他們一起分享了07年的諾貝爾獲評賞 這是科二 這個其實是當年IPCC的主席 是一個印度的科學家 留意 IPCC由幾千個科學家 所造成的 但其實那幾千個科學家 在這個議題上 他不是真的做前線的一個 active research 不是一起做 而是相反 他那幾千個科學家 其實就是去review 過去 即是由上一次的評審報告 到現在 所發表過的所有的科學論文 或者做過的所有的科學論文 他們是去assess的 所以叫做assessment report 就是將它綜合起來 其實我們叫做一個匯帥分析 或者叫做meta analysis 在methodology中叫做meta analysis 他做完這個meta analysis 然後總結來寫分報告 所以IPCC的主席 當年就代IPCC 拿諾貝爾獲評獎 與此同時 一個更為人所所知的科學家 來過香港 剛剛十年前 不過當時我都很蚊子 為何不是香港邀請的 是哪間大學請的 記得嗎 波大 是啦 波大 所以波大搶了風頭 波大請了霍金 Steven Hawking 其實現在說 霍金在07年中 已經做了一件事 挺有震撼性的 他跟一班科學家 將一個叫末日鐘的東西 是寫到最近止夜的位置 其實這個Doomsday Clock 就是一班科學家 其實它主要叫做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就是1945年 第一個原子彈在廣島 第二個一場期之後 一班原子科學家 其實他們成立 因為他們是很內疚 因為他們看到這個 原子彈的破壞力 殺傷力 然後他們就想說 希望以後 他們不要再用這個 原子彈或橫紫武器 成立了這個組織 很有趣 它叫Bulletin 好像是一份漢文 它也是一份漢文 但是它是一個團體 他們設立了一個虛擬的鐘 不是真的鐘 是不需要有的 一個Doomsday Clock 它叫末日鐘 其實那個指針 很明顯大家都猜到 當那個指針指到紫夜 Bulletin 就表示世界末日了 人類自外鬼滅 它上一次指到最近的紫夜 其實就是古巴飛彈危機 1962年 當時是急賴命當總統 即是古巴 你自己看回那個歷史 但是這一次是第二次 他們有時候覺得 人類現在都相對安全 他會將指針撥遠一點 所以其實是動不動去的 我的指針 今次2007年發表了 這個IPCC第四號報告書 那個二月 它有一個叫Summary for Policymakers 霍金已經跟他一班科學家 就把指針撥到最近 因為他都提出 和所有科學家 就是頂尖而的科學家 其實淪淚去了一個非常非常危險的景地 但是我們即使看一看這個poster 很有趣 你看看 And in communion truth the myth of global warming 有關全球暖化神話 using a lie to transfer the jobs of America to the third world and control the flow and price of crude oil 你一看就知道 你死活仔死活女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叫做全球暖化 或者氣候變化否定者的宣傳攻勢 他又是來去把incognitive truth的東西推翻 甚至是抹黑 甚至是抹黑 這個就是恐懼策略 這個就是過兒 他們畫到當時的蝙蝠俠 那個最主要的敵人是什麼 小丑 小丑魔王 他就說 He wants the carbon tax and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ssil fuels in 10 years Inflicting economic pain on consumers Algoa is the joker 是不是 這個很明顯 其實他們就是在各種的 就是大的報章 雜誌 特別是電視台 你知道吧 美國最厲害的電視台 有幾個都是幫這些極右發聲的 但是最出名的就是 BOX 你知道嗎 你們有沒有看BOX BOX是右派的大本型 所以BOX 奧巴馬上任 這麼多年來 就罵了這麼多年 是吧 奧巴馬根本就是一個非法移民 奧巴馬根本就是一個恐怖分子 奧巴馬根本就是有色人種 奧巴馬根本就是共產黨 是吧 那個就是FOX News FOX News 你要了解美國的右派 是多麼可怕的一回事 是可怕到你不能相信美國的右派 這個 這個 The Denial Machine 就是全部保定的 看不到 聽不到 不要說 這個布殊仔 The Denial Machine 這個當然 有些人來揭露它 The Scientific Method Here are the facts What conclusion can we draw from them OK 這個是正常的科目探究 這個 叫做The Denialist Method Here is the conclusion What facts can we find to support it 這個人就是什麼 他拿著本什麼書 你看到 Big Oil Gospel 這個福音呢 就是石油箱的福音書 是吧 這個 上次跟大家分享過 U.S. Senator James Inhofe 他說的 Man made global warming is the greatest hawks ever perpetrated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這些也是來去諷刺這個布殊仔 No It doesn't feel any hotter to me 是吧 這個更不值得 人家就叫做Intensive Care Unit Who cares unit proudly presents save the Keoglur Protocol 這個就是布殊仔 你看到嗎 於是 USA 就靠倒了 Keylur Protocol Temperature高深 它發燒燒燒到 不知多少度 104度 105度 Give her more oxygen 於是 給氧氣 這個就在這裏搞破壞 他給那些不是氧氣 而是氧化碳 即是死得快一點 這個就叫做Intensive Who cares Unit 他在這裏搞破壞 你看 這個 Senator Jim Inhofe 就說The Greatest Hawks 嘩 每個人都說很厲害 留意這裏 其實有些很有意思的 這裏 Exxon Mobile 其實就是背後最大最大的魔頭 就是 埃克森美孚 另外 英國當然是BP 英國石油 Bitcoin British Petroleum 還有Shell 以前是荷蘭的 現在都國際化了 另外 留意最左下角 The Koch Brothers Koch Brothers Koch Brothers 其實是美國右派最核心的一部分 其實是兩兄弟 但是是那些超級富豪 但他的王國是大得很重要的 而現在很多揭霸 都是很多氣候的否定言論 那些所謂科學家 所謂大學教授 其實背後 不是Exxon Mobile出錢 就是Koch Brothers出錢 這裏有本書 Mark Bowen寫的 2008年出版 他簡直叫做 Censoring Science 他們列舉了很多很多證據 現在全部都知道了 就是當時 佈存仔 白宮政府 是怎樣 將inside of political attack on Dr. James Hansen and the truth of global warming 是打壓得很厲害的 所以 其實不僅僅我們偉大祖國 有這些情況出現 其實偉大的美國都有 不過人家始終文明一點 就不會肉體上消滅它 就不會好像用洗頭艇 裝它回去 他就比較文明 我們那些做得極其絕劣 我們那些可以 當然怕到人間蒸發 我們偉大祖國 但是美國 不至於人間蒸發 但是他也是用千方百計 來打壓它 抹黑它 做了很多這些 這本書就是揭露性的 另外 newsweek 你知道了 最權威的一本新聞雜誌 除了時代之外 有一期的封面 就叫做 global warming is a hoax 但是很划算 他打個聲 打個聲 他就說 or so claim well funded nei sayers 所以其實某一程度上 其實這個newsweek 這一篇文章 是有少少玩踢爆 那些氣候變化否定者 原來都是有人資助的 但是你知不知道 newsweek這篇文章 他那個標題就是很煽動性 原來是一個惡作劇 但你看清楚他的內文 其實他不是這樣說的 他有少少揭露性 但是他之後 你知道嗎 就是被很多人去批評他 當然不是那些石油箱 或者他們贊助那些 他最後寫一篇文章要道歉的 美國 這個就是美國 你別以為他是預算自由的國家 當然不是 不過他那些 就不是用程朗的武力 他用一件事 是更厲害的武力 就是銀子 銀子 所以其實大家看到的 特別在美國 其實在西方也是 歐洲都有 但是沒有美國那麼重要 其實就等於大概五六十年前 在煙草箱那裡發生的事情 你們說那時候還沒出生 我知道大部分都還沒出生 但是那時候我就很小 我們知道 當時科學家已經開始 就說是研究顯示吸煙會致癌 是嗎 對他健康 但是你知不知道 哇 所有的煙草箱 當然很多人集中就在美國 是發動了多少的人力物力 多少資源 來否定不容易 向這些科學家抹下 亦都列造很多的證據出來 亦都把很多實驗的數據 改寫 如果大家想知道這個情況 我極力推薦大家 看一套非常好的電影 書就是一本的 叫做smoke screen the truth behind the tobacco industry cover up 當然你知道這個 cover up 大概十年前 或者多少少十年前 遵之 美國的聯邦法院 最後裁定煙草箱是敗訴的 即是他被人起訴 最後煙草箱是賠了很多很多錢 但這些錢 是救不了那些已經死了的人 如果你說是不斷吃煙 是不斷煲衣 終於萬肺球死了 你也不好意思 付錢 但他就賠了很多錢 即是給公眾 可以幫助他們的健康 但是 如果你不想看一本厚厚的書 我推薦大家看這一套電影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剛才找到那個poster 是找到不是英文的 不要緊 這個大家知道 著名的阿爾帕斯諾 這個就是羅素高爾 他那部電影叫做The Insider 叫做奪命煙幕 他都說得好 很多時候都改的電影 奪命煙幕 他就說是真人真事改編的 這個羅素高爾 就是一個大煙草箱 其實是Philip Morris 不過他在電影後 他不想想到Philip Morris 是一個聰明的科學家 一個聰明的科學家 而這個Al Machino 就是華盛頓郵報的一個編輯 他在一個無意中 不知道怎樣聊天 或者什麼 他就知道這個羅素高爾 好像有些發言 即是說 他在他那個電影公司裏面 做的科學研究 他是知道了一些他不應該知道的東西 他就馬上碎他 就去 我們叫做告密者 英文有個名字 叫做 Whistleblower Whistleblower 但是 原來羅素高爾 他入職的時候 是簽了一份很厲害的保密條款 唉 就是正如最近這個 最近是死 我們港大學生會 已經退了入 是嗎 是張秀賢 是嗎 是嗎 其實就是一模一樣 五大工人 蒙景欣那個比起上 當然是小毛見大毛 就是小研波 這個很重要的 如果你真的違反了保密條款 他真的可以被人 即是大煙草公司告 都可以 那樣呢 他就賣五歲 其實就是 appeal to他 就是良知 真的 這件事 那些營造公司做的事情 是害人的 就說他思想鬥爭 很痛苦 很痛苦 後來他開始發聲 就收到 那些叫Def Dress 即死亡威脅 甚至呢 他電影也做出來 可能是根據真人真事 在油箱裡 你知道外國 有個前花園 後花園 前花園有個油桶 在前花園裡 收到一些信件 裡面裝著一顆子彈 是的 外國就做這些事情 我們中國當然不會那麼蠢 他直接說子彈已經射到他 是吧 是美國老師不蠢 只是幾顆子彈給人 我們偉大中國 當然是很直接的 是吧 但是在美國 就做這些事情 但到最後 其實電影的結局 都是 臨到尾 他就真是 告密 說了出來 所有的記者都離開 他都沒有說過結局 那部電影就完了 不過都很值得看 這兩個都很氣之日 不用說了 不用說了 奧克拉 是韓馬州的 Global warming is a hoax 這個 其實這個97% 說真的 其實是說少了 說真的 根本差不多100% 哪裏有真正的 Climic Scientist 是 denied的 Global warming is really made Who should you believe the people who study it or the guy who's taken over 1.3 million from big oil and gas 不用說了 全都收了錢 這個跟底四的這幅 整班就是這些 這個就是列根 這個就是布殊仔的老爸 老布殊 還有整班那些 大右派的人 and then I told them sure we support sustainability 全部都是假的 這個恐懼策略是甚麼 這裏有一隻Donkey Donkey是代表甚麼 Donkey其實在美國代表民主黨 共和黨是甚麼 共和黨就是大象 民主黨就是Donkey 這個Democratic Party 就舉起了Proposed Carbon Tax 探稅 下面在祭壇上面 躺在這裏 很無助的大套燈 就叫做Tax Pairs 就是北納稅人 下面就是民意調查 那些Pose 哇 白骨雷雷 他就想丟下去了 下面的說話寫著 How to lose an election 你想輸了這樣的選舉 無論是甚麼選舉 即是議員的選舉 或是總統選舉 你就提出這個探稅 提出探稅就等於政治自殺 是吧 就是一個Political Suicide 另外大概兩年前 有一位女士 Naomi Arrakis 和Eric Conway 合著了一本書 是非常好的 叫做Merchants of Doubt 就是販賣所謂疑惑的人 的商人 就不是威尼斯商人 就是Merchants of Manus 就是莎士比亞的 威尼斯商人 這個是Merchants of Doubt 他販賣疑惑就是 剛才所說的 就是這些背後的 大的煤炭箱 大的石油箱 甚至有些是大的 鋼鐵、汽車制造箱 他根本就不想 你說甚麼全球暖化 因為你說不要再燒大量的 化石燃料、煤、石油 那些是損害他們的利益 所以他們就花了天文數字的 金錢、人力、物力 來去製造這樣的宣傳 一個大的宣傳機器 散播這樣的謎報 就是混淆是非、顛倒黑白 導致普羅大眾覺得 一、就是全球暖化 仍然是一個 原而未決的科學爭論 科學家未有定論 或者甚至 二、就是全球暖化 根本就是一個騙局 甚至是科學家 為了去握取研究經費出來的 一個危言聳令的一個騙局 諸如此類 諸如此類 所以他就踢爆 這本書就踢爆 去年其實就是出了一個紀錄片 即是藍光碟 我第一時間買了 大家現在可以去買 可能HMV 或者Hong Kong Records 都可以買 沒有你就去訂 都不是很貴 港幣百多元而已 我第一時間看了 就是Merchants of Dark 已經拍了一套Documentary 但其實那個Documentary 其實書也是一樣 它不只是講全球暖化 它真是追蹤煙草的年代 其實呢 最得人聽就是煙草 即是那些保定者 即是吸煙致癌 和現在的伎倆 基本上都是一樣的 還不理會 不只這個伎倆是一樣的 甚至他揭露 人都還是一樣的 有些 厲害嗎 即是說當時可能三十多歲 在公關公司那裡 大水行卸主 然後他就猛個搏黑 那些科學家 喂 現在隔了五十年之後 他可能都是八十多歲 八十多歲 那些鬼佬仍然還有一個active 那些鬼佬仍然是繼續收穩 那些錢 仍然都是做同樣的 但有時真是很不明白 這些人是否為了錢 是真的可以這樣 完完全全出賣良心的呢 是吧 無數人的死活於不顧的呢 這個世界真是有這種人 好了 不用說了 在美國 還有剛才說英國 澳洲 很多國家的抵制之下 其實美國當然是第一批韓國 令它最富有 最發達的 所以其實這個激盜議定書 是完全可以說是徹底失敗的 即它所列的目標 它有兩個部分 一個叫附建一國家 NX1 countries 就是那些富裕的西方 就是有約束性減股目標的 一個就是非附建一國家 包括所有那些所謂發展中國家 第三勢國家 就是沒有約束性減股目標的 但是他們承諾 即開完會都說 我們會盡力減排的 這樣 但這裏一定是有個target的 但是完全全基本上是實現不到的 全世界那個二氧化的排放量 仍然是繼續這樣急升的 所以呢 1997年 簽署2005年才生效 其實2012年已經生效的了 當時他簽署15年 即是說是4年前已經expire 2012年 所以你們讀的通識 全部都outday 你們去中學的通識 讀Q2 Protocol 2012年都expire了 到你做什麼 演習一下 但是絕對是完全 做不到他所說的目標 所以是collapse of the Protocol 好了 我們一跳 中間還有很多 一跳到09年 即是眨眼都已經7年前了 當時我當然已經非常非常關注了 天天監督看報紙、雜誌、互聯網 特別是電視 那就是哥本哈根開的 叫做 COP15 很老套 聯合國的名字 真是悶到嘔 即是規矩上得出 COP 就是conference of parties 即是有說跟著我 即是虛到不虛的 就是conference of parties 叫做COP 這個就是UNFCCC之下的COP15 就是哥本哈根系統會議 當時很多人寄予厚望 為什麼 因為 不要忘記 07年 IPCC第四號報告書 因爲第四號報告書 而L哥因爲他那套紀錄片 是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是吧 所以07年是這樣 所以09年這個會議 它是寄予後放的 但是一個非常非常之 一個悲劇性的歷史發展 就是中間發生所見的大事 什麼大事 沒錯 就是08年金融海嘯 就是07年和09年之間 死不死 就是08年 9月就爆了全球金融海嘯 影響非常深遠 所以到09年的時候 整個氣候已經變了 最後這就是開會的情境 我試試選幾張 根本其實就是浪費氣 其實是開兩星期的 你知道這是會議 最近的會議 在巴黎也是 但是七年前 在國問下 原來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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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出名的一個會議 其實就是一個小組會議 就是這個 當時奧巴馬去了 當時尹家寶去了 奧巴馬其實上任很久 因為奧巴馬是一月上任的 記不記得還有我們 馬右右拉大泥琴 原來都是播帶的 你記不記得 所以不要笑我們08經澳的小妹妹唱歌 是播帶的 但是他播帶很誇張 因為那個帶不是他的聲音 08經澳的小妹妹 記不記得 原來在白宮外 這個拉小泥琴 馬右右和Isaac Hermann 小泥琴和大泥琴 原來都是播帶的 好了 這樣奧巴馬一月上任 十二月就去了 哥本哈根 那張椅子還沒坐夠一年 溫家寶 早幾年就去到 這個很著名的 當時印度的新格 慢慢升 還有就是 巴西 南非 幾個都去了 這樣就談 但是完全談不通 硬硬做了一個叫做 哥本哈根的 又是一個叫做accord accord 其實他當時也不知怎麼翻譯 其實又是一個 差不多叫協議要讓的東西 但是完全沒有約束 大家回去 我們努力 那些人覺得 過了兩個禮拜 和之前很多準備功夫 根本就是白費 所以哥本哈根又是徹底失敗的 這個break大家知道是什麼 金磚五角 是吧 Brasil Russia India China and South Africa 金磚五角 好了 那 昨晚又跳到 2013 2013 IBCC就發表第五號報書 都是扮眾期待的 一次次都扮眾期待的 但是其實 說真的都沒有什麼特別的懸念 我們現在常常說 因為已經很明確 就是說 這個全球暖化 就是因為人為的加劇了 這個失效應 所以如果 你不盡快大力去減排 減低以後馬力埋放 其實只要會不斷惡化下去 當然 那些人最關心的反而就是 畫畫畫成怎樣 其實2007年的第四號報告書 已經說了 很有趣 我全部都記得了 因為我一直都有說 2007年第四號報告書 就說如果 一個叫做什麼都不做的情景 即是 worst scenario 到半世紀末 最差的估計氣溫 會升至接近6度 好像5.8度 所以很多人說 6度 但是來到1314年的AR5 很有趣 反而將溫度調低了一點 差不多2度 至於200年 就可能比現在升高 就是4.8度 當然你不要忘記 標準就不同了 之前是2007年升幾度 現在就是1314年升幾度 差一點 但是溫度不知為何下調了 但是海平面的上升 反而上調了 上調了 因為2007年AR4 它就說 最差的情況 海平面應該會上升 大概59cm 59cm 但是現在去到這個AR5 它是上調到 最差的情景 是去到98cm 98cm 差不多是1m 海平面上升 反而估計是高了 很有趣 當然 這個就是physical science basis 這個就是SIM Dessence Report 這個就是projection 這個就是business as usual 其實這個就是一切如舊 一切照常 其實這個就是末日 business as usual就是末日 那就是82100 就是4.8度 就是98cm 但是其實正如AR4一樣 AR5這個結論 其實是被很多科學家都質疑的 質疑不是他作大 而是他泰國報酬 It's way too conservative 為何大報酬呢 一會兒會告訴大家 我們先看一些實質的數據 這個就是科學家 根據全世界很多地方的潮政計 那個Tai Gage 香港都有的 香港就是天文台 來運作的 這個亦都是天文台 不會改名個人診之一 因為天文台現在看 我告訴大家 除了天氣、雨暴、熱壓氣渋警告、航空氣象學之外 我們還看海洋學 就是潮直漲退 亦都看少少天文的 日出日落、月出月落那些 亦都看地震、地震監察 亦都看地遲少少少 諸如此類 諸如此類 還有看一些空氣污染氣象學 諸如此類的東西 所以呢 如果你說 一說我們改名做氣象局 那就維加火了 那地震 就變成不是我們看 還有福射監察 大雅灣系列站 福射監察都可以看的 變成天文台 過去百多年 自一百八三年成立以來 就是我們hick up的各種不同的工作 已經是超越了氣象 所以現在沒有人夠感 是改為氣象局的 要不然就會被人 瓜斌了我們的工作 大家知道是這樣 這些部門各個都很自我保護的 所以我們繼續錯下去叫天文台 既然錯得那麼交關 就反而無所謂 這個世界就這樣 好了 所以朝直繼日我們天文台 不好意思 我離開了天文台20年 但我還是用我們這個字 沒有辦法 習慣了 就是我們天文台不看 這個 最美的那些 當然不威一點 就用什麼 用衛星 就是用衛星 太空黃瓜下來 來去兩岛 海平面 原來過去 這個是百多年 我們已經在說 是升了20cm 有多了 如果再早一點 再低一點 過去100年升了20cm 那你會想 就說 不用緊張 20cm 真的這麼多 20cm很少而已 但是大家想想 我們現在這個地球是多麼龐大 而地球四分之三都是海洋 這個面積大得幾百萬 而全世界海洋的平均高度是升了20cm 所以牽涉到那個總體積是多麼大 是很驚人 而且博客還告訴我們 這20cm 主要都不是來自冰樹的融化 記得上星期跟大家說過 北冰洋的海冰融化 是不會令到海平面上升的 陸地上的冰融化 但是預計將來 可能冰融化所佔的部分 會越來越大 還有 不僅僅上升 而且上升的速率正在增加 只是過去短短20年 就上升了5cm 這個才令人最憂慮 其實不僅僅 溫度和海平面上升 其實速率都是越來越快 這是更新的 到了2010年 由1992年 1993年左右 海平面上升的影響 大家都知道 首當其衝的就是很多賭國 其實很多賭國 大家聽過就是萬爾內夫 但是我給大家看的是 南太平洋 很多的賭序 大家都聽過 什麼非製群島 所羅門群島 大溪屁 當然另一個很出名的 就是 我們什麼什麼移民顧問 問小朋友 你想移民去哪 他答什麼 阿魯亞圖 對 阿魯亞圖 沒錯 阿魯亞圖 Touvaru 其實很多這些賭國 都很小 都很交關 全個國家只有幾千人 有些最多是萬多人 幾萬人都沒有 但其實這個國家的海平面 你看到嗎 其實大部分都是這樣 你升幾十個CM 其實他已經浸炸了 半米已經浸炸了 馬爾代夫也是 你看這屋圖也是 你看 這條是馬路 這裡有個電單車 走近 看到嗎 這些小朋友 真的不會死 就在海邊玩 但是那些浪 湧過來 其實已經上馬路 不過我也說過 其實浪過來上馬路 不僅是阿魯亞圖 我們西環美都有 你們有空去西環美看看 大浪已經上馬路了 海水 所以其實 曾經十幾年前 已經有一個傳聞 就說Touvaru 跟紐西蘭簽了一個協議 就說Touvaru 真的被海水染 就不能住人 紐西蘭就願意收債 那些人 但不知為何 後來 紐西蘭政府又否認 其實這不是真正的協議 都給大家一個印象 紐西蘭 我就前兩年去過來了 北島我也有來自家游 去了整兩星期 難以想像 紐西蘭的面積 我想起碼是香港的幾十倍 最少 但是他人口整個國家 是四百萬人 香港是七百三十萬人 但是 當然這些 Touvaru可能是幾千人而已 所以說真的 他收容幾千人 就不是什麼問題 好了 但是我就說 不要只說賭國 其實根本沒有人能夠獨自其身 Nobody can escape 這個disaster risk impacts 當然這個 亦都是那些人 你用電腦特技所做的 美國曼哈頓島 水染的情況 這個也有很多 這些真是科學家裏 有些是 譬如英倫三島 海面面上升多少米 就會變成這樣 根本就完全浸透了 那就不止 還有這張給大家看看 醒醒神 其實真的玩完了 這個就是如果香港是上升 如果我沒有記錯 好像是一還是幾米 這樣上下 其實基本上全部都浸透了 你看整個 港島北面沿海 南面也是的 其實就是九龍滿島 你看整個不用說 新界那裡是最低的 那個元朗平原 天水圍那些地方 尤其那些城門河 都浸進來 全部浸透了 深圳的地方都浸透了 但是呢 講一個驚人的事 給大家聽到 就是 剛才說的 就叫做 business as usual 就是98cm 但是如果真正看AR5 2013年那個IPCCAR5 其實那些有很多個scenario 但其中一個scenario 就是說 假設我們現在開始大力減排 人類大力減排 那又會怎樣呢 但那個scenario 原來都在說 是升差不多60cm 就是說我們現在拼命去做 其實海邊面上升 已經是不可避免 都在說 是升60cm 只不過我們如果不去 什麼都不去做 就升多38cm 2100年的時期 其實很快 現在已經16了 說真的 就算是未正式 水浸到上來 水浸眼眉 其實很多東西已經出現了 這個 the more immediate and insidious 的effects 就是什麼呢 就是海水的鹹化現象 地下水的鹹化 而這個地下水的鹹化 已經有很多島國 其實馬爾代夫 我十幾年前去過馬爾代夫 我已經覺得 咦 為什麼那些水鹹的 導遊說 是的 其實他們很多水 有時是靠雨水 但雨水都不足夠 他們是抽地下水的 很有趣 原來這些 海洋之中的島國 露出水面的部分 其實很少 很多是水底 但水底 原來他們一樣 有一些儲水層 叫做water table 有些aquifer 那些aquifer 他們也抽地下水 當然地下水 當下雨的時期 它會滲下去 又會補充 然後他們抽 但地下水 原來因為海水 也會滲入地下儲水庫 儲水層 會令水淡一點 那時候有個常識之道 但現在我就知道 這種情況很嚴重 因為隨著海平面上升 右手面的土很明顯 最先是aquifer 淺藍色 很淺的 上面是不滲水 但如果這裏有個海 始終有個接觸面 有些鹹水會慢慢滲下去 但隨著海平面上升 水壓會越來越高 即是Head 其實是water pressure Head 其實水壓高的時候 會令到鹹水 越來越逼進去 地下水的部分 令到地下水 會越來越帶鹹味 所以這裏有些井 抽到的水 會越來越鹹 鹹到可能已經不適合飲用 或者灌溉 其實已經很嚴重 所以我們相信 很多這些島國 無印度洋 太平洋 其實他們最先碰到的問題 不是真的浸到住不到 而是根本水源已經沒有了 所以他們已經要離開這個家園 另外當然隨著海平面上升 沿岸海岸的侵蝕 Costal Erosion 以及一些風暴潮的東西 即是說颱風侵襲時 所掀起整個海平面被它扯起 因為颱風風冷的中心 氣壓是很低的 所以它有一個像真空吸塑的作用 好像有一個吸塵機一樣 是將整個海平面扯起 那個效應隨時可以去到十多cm 那再加上當時刮那些大風 那些浪 再加上天文大潮 再加上水流配合 其實是很可怕的 可以整個海湧進來的 在1960年代 其實孟加拉試過一次 就是一個颱風襲擊孟加拉 因為孟加拉的海運 就好像一個流走 如果你看過地圖 你也知道 外面深水 跟著去淺水 而且外面是開闊的 一進去就變得很窄 一個喇叭的 一個碑 是一晚之內 這個風暴潮 是殺死了30萬人 孟加拉 你不需要自己去看看 從搜尋的歷史 原來香港也試過 香港一九三幾年 即是泥澤大戰之前 有一個風暴潮 就在沙田城門河 死了一萬多人 沒有人知道 香港一個天然 死了一萬多人 你不信又可以上網查一下 風水佬騙你十年八載 你今晚放了 你立即可以上網查一下 Storm Surge in Hong Kong 三幾年死了一萬多人 所以這個風暴潮 Storm Surge 海運侵蟹不用說 你看 外國其實這些叫Sea side property Sea front property 是很值錢的 但是過去十幾二十年 我已經不斷跟外國的朋友說 你不要再貪這些Sea side property 即是不太好處 你看看 隨時就變成這樣 這個今晚侵蟹蟹蟹蟹 已經不會倒進去 所以其實這個風暴潮 你看看 這些是路牌 是路牌 是很令人害怕的 不是開玩笑的 當然隨著越來越多的高山冰泉的溶化 還會有一個很大的危機 其實已經開始出現了 就是河流的孤寬 因為世界上所有的大河流 基本上都是源自高山的 你看看 我們中國不用說 黃河、長江 甚至西南面很多的 像金沙江、瓦魯蟹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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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蟹 這些高山冰雪的消失 不是消霸 消失 其實最後就會導致賀羅夫干 好像這樣的現象 其實這些現象 我近年都去很多地方 都很多時候見到這些現象 在大陸都是 你看看這條橋 明明就是因為有條河有水才要起這條橋 現在起這條橋做甚麼 走過去 很多地方其實是乾到結底 還有大家聽過斷流這個名稱沒有? 黃河斷流聽了沒有? 其實現在的科學家說 世界上很多河流 主要的河流 那十條 差不多有七條 在一年內 就會出現 間歇性斷流的現象 斷流的意思就是 根本不能出海 黃河也是 黃河可以出海的 你不知道嗎? 即是說 它根本在樓下 那個流量那年是大旱 上游不夠雨水 有些冰雪 還有中間被人抽用 抽得太厲害了 去灌溉用 其實這樣還未到那個河 即我們那個河流 那個河流 河流 其實已經乾坑了 所以這個情況會越來越嚴重 但不要忘記 世界上 真是 幾多人是靠河生活 很多很多都是靠河的 所以河流枯乾 是影響的人很多 所以很多專家已經提出 所謂水資源的缺乏 你那時候都聽過了 其實都會是 這個世紀裡面 人類所面對的一個很嚴峻的問題 因為水資源的缺乏 亦都會導致那個糧食 會缺乏 為什麼呢? 因為一百年前 不是很久 一百年前的今天 人類的農業 的收成 農作物 仍然大部分 其實是靠 雨水的 我們叫做rain bag 但是一百年後的今天 已經倒轉來了 我們現在至少是超過一半 甚至三分之二的農田 農作物的收成 一定是要靠人工灌溉的 而這個說真的 亦都是上世紀六十年代的 所謂綠色革命 除了品種改良 這當然是最重要的 那些什麼黑小物 奇蹟米 那些品種改良 除此之外 其實就是化肥和營工灌幹 chemical fertilizer 和irrigation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 irrigator agriculture 過去這五六十年 其實擴展得那麼厲害 如果根本河流又枯乾 地下水又不夠 河來有水又灌溉 所以糧食生產都會好成問題 這個其實好像是世界衛生組織所頒布的 就是現在世界上 其實水源不足的地方 有所謂water scarcity 的國家 而這些國家的情況 是不容樂觀的 會越來越嚴重 好了 剛才說過 要是靠河 其實不是靠河水 就靠井水 對吧 我們那時候也說過 香港 什麼河水不犯井水 井水不犯河水 誰知現在都犯了 你飛下來 三道閘 八三一那些 就完全是河水犯井水 對吧 我們井水犯河水 一 立刻就已經洗頭艇捉了回去 對吧 吹完這些書 好了 其實不是河水 是井水 但是井水其實是什麼水 就是地下水 不是這個 就是Aquivar 就是地下的儲水層 或者粗水層 其實這些粗水層 過去這幾十年 隨著很多國家的經濟發展 人口不斷增加 其實這個秋水是驚人的 驚人到 其實世界上很多地方 已經出現過地面下陷 有沒有聽過 其實上海有很多地方都開始有地陷的情況 就是抽地下水抽得太厲害 其實印度 還有北部很多城市 抽地下水抽得很厲害 這個呢 很多國家的市場 完全是殺雞取栗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以前 就是我們人口不多 使用率那麼高 其實抽地下水都沒有問題 因為你抽完之後 它又會補充 因為雨季的時候 很多雨下來 它會滲下去 又補充住住水層 不遲些人又再抽 沒有什麼所謂的 但是我們現在抽地下水 來使用的速率 已經是遠遠是超過它們能夠自然補充的速率 所以很多地方 其實那個所謂Water Table Water Table的下降的速率是很快的 如果你又可以上網查一下 Water Table 即是Decreasing 譬如北京也是 北京的地下水 我所聽的就是 現在每年 是下降 Water Table 是超過一米的 好像有些去到糧運 每年是下降兩米 所以現在來說 那些人去掘井 就是掘井來拿水 跟我們以前 十分仔年代 那些 鄉下掘井拿水 是兩個世界來的 因為以前我們鄉下掘井拿水 是人工都掘到的 或者是用以前傳統自閉大 一個方法 現在那些掘井去拿水 基本上用那個技術 完全就是石油去採的技術 是轉到深度去採土 不是我們以前那些 看下去看到水 你現在看到那些井是見不到水 因為深度是黑暗的 這麼可怕的 其實氣候變天帶來 是很多可怕的後果 一個最大範圍 完全是超過人力所能阻止的 就是隨著全球暖化 全地球的大氣環流 都會跟著變化 而這個大氣環流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環流 就是哈德里環流 這個叫做Hatley Cell Hatley是英國科學家的名字 他早在18世紀 他已經提出這個想法 就是說地球因為受太陽照射 但是尺度射得比較直些 高位度斜射 所以熱量當然是集中在尺度 這些大量的能量吸收了 空氣就加熱 加熱就會膨脹 膨脹就會上升 上升 但到差不多 其實它會一部分向北 一部分向南流 流到差不多一邊冷却 已經變得很重 又會墜下來 就會落地面 然後流向這個尺度 所以當這個北面的空氣 在這個大概是北位30度左右 流向向尺度 因為地球自轉就會造成這些風 這些就是著名的東北順風 North East Trimies順風 在南半球就會造成東南順風 但這個環流 例如煲煲煲水 煲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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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煲 但是我們要關心這個 其實原來它下降的部分 其實全世界的沙漠 基本就是在它下沉的部分 就是哈佛利環口的descending branch 為什麼呢 如果大家學過小出文 學過知道 原來空氣在這麼高空 即是低氣壓 在沉下來 其實它的氣壓是由低變高 是地面的氣壓高 它就有一個現象叫做Adiabetic heating 叫做絕熱增溫 你知道有兩個過程 熱力學裡面一個叫Isothermal 一個叫做Adiabetic Isothermal就是等溫的 但這個就是絕熱增溫 它因為在上面下來 其實這個現象在日常生活很容易碰到 如果大家喜歡打籃球 你有沒有試過 即是籃球沒什麼氣 你在那邊封氣的時候 一邊封到籃球漲一漲 你輕輕摸摸它 你覺得籃球是怎樣 是暖暖的 如果大家喜歡踩單車 現在很多人喜歡踩單車很健康 亦都是 你有時封到單車輪 即是一邊封到很漲 你摸單車輪又是暖的 這就是絕熱增溫的過程 所以這個哈佛利環流的下沉部分 因為這個絕熱增溫 令到空氣沒有溫度上升 還不得以在過程中 基本上所有的水分都被它蒸發了 所以它下來是又暖又乾 也都壓抑了當地的上升氣流 不用說它沒有了對流 沒有了對流就不會有雲 不會有雲就不會有雨 所以那裏全世界你看看 打開世界地圖 主要的沙漠由撒哈拉沙漠 到我們這邊的 新疆那裏我經常都忘了讀 加塔馬拉沙漠 馬拉沙漠 和中國的哥碧沙漠 我們認識就認識哥碧沙漠 哥碧其實是比較細的 大一個在新疆 叫做江塔馬拉沙漠 然後到美國這個 墨西哥對上的沙漠 南美洲也是的 其實澳洲那個很大的沙漠 或者南美洲的阿塔卡馬的沙漠 其實全部都是在哈德里環流的下沉部分 好了 現在有什麼問題呢 好像在上氣象學科一樣 但是很簡單的問題 就是隨著全球的軟化 哈德里環流是會膨張的 膨張 就是它這個下沉的部分 其實它慢慢慢慢會向北 這裡就會向南 遷移 就是說原本在這些沙漠以北 或者這些沙漠以南的 那些我們叫溫大的地方 草木青蔥的地方 就會逐漸逐漸 就會變得乾旱 最後變成沙漠 這個沙漠化呢 是絕對是遠遠超然的 我們現在經常說什麼 北京附近 因為你濫不淋木 或者是過分放牧 那些羊 牛吃草 於是沙塵布 就算你種多少防風林 都沒有用的 北京經常沙塵閉天 很嚴重的 其實遠遠這個問題 不需要21世紀 真的好巧 你看看 如果你看漁洋化碳的上升 傳統風林的上升 其實我記得我小朋友那時候 很開心 因為覺得我們科學頓報 醫學昌明 其實WHO 我都還有印象 是幾次宣佈 就是影響我們人類 嚴重的很多種疫症 傳染病 是已經被我們掃除了 叫做Eventication 曾經包括 例如鑊亂、躍疾、傷寒 當時是天花 就是廢爐 知道嗎 你們當時不會看雨衣茶片 如果在雨衣茶片 白燕、張活柔、張嬰 有時咳咳咳咳咳 先拿手紋尖一口aide 其實以前廢爐 在香港是一種很大的殺手 當時癌症不是主要 TB 我們叫做Topiclose 但是我記得當時我當年六十年代或七十年代初 我真的留意到WHO一段公佈 這藥已經可以被我們剷除了 那樣剷除了很開心 以為人類以後健康康地生活 竟然法目觀不到八十年代 首先爆出過的絕症 世紀絕症就是愛滋病 愛滋病當時很恐慌 全靠我們一個香港人 何大一 他發生了雞尾酒療法 但他醫不到的 他不是醫的 他可以控制到 所以現在愛滋病 其實不算是絕症 但成世都是愛滋帶菌者 也可能有病徵 但是何大一的療法 按住他控制了 以前是死的 愛滋病 沒有藥醫的 那時候覺得愛滋病 世紀絕症 為何無端端爆了愛滋病 但之後你會發現風流症 又嚇到全世界 怕得不得力 然後之後就是什麼 就是我們香港寫入史冊 就是禽流感 禽流感是我們掛法先翁 就是香港的禽流感 Avian Flu 然後就是沙士 2003年的沙士 那時候都不知道是大陸還是香港 到現在都未爭論 究竟是果子尼 還是什麼 好了 禽流感 當時是陳豪富珍 出了名 我每天都吃雞 終於現在做到WHO總裁 你也知道了 是嗎 禽流感 沙士 然後是豬流感 然後是燈革熱 然後竟然口啼症都會出來 口啼症 人家以前是在農村 是吧 為什麼在城市都有口啼症 是吧 日本腦炎 哇 接著整個伊波賴 接著整個大卡病毒 諸如此類 為什麼你發覺是瘋了 有什麼可能呢 我們現在 那些科學越來越窗明 越來越發達 為什麼 越來越多這些不知名的疫症 其實很多學者都指出 是和氣候變化有莫大的關係 因為我們的生態平衡 是受到嚴重的干擾 大量的燃帶疾病 向均衡帶 你耍了個字 曼燃 還有大量的 變種的 各種的細菌和病毒出現 當然 剛才也要說說回來 當然也有一部分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 過去幾十年 那個交通發財 人流是大了很多 特別是旅遊 或者做生意 都好 沒有你飛來我我我飛來 這是原因之一 但是始終 那些病是怎麼來的呢 是不是 還有一樣 其實我舉一個例子 就是已經說明問題 以前 肯瓦首都 奈羅比 奈羅比 即是在東非 其實它差不多在尺度上 接近尺度 其實尺度上 有幾個國家很出名 接近尺度 最近我們的國家是誰 最近尺度是誰 竟然沒有人交出 是新加坡 新加坡 其實就差不多 在尺度上 另一個真正在尺度上 就是南美洲的阿瓜多爾首都 就叫做 契圖 契圖 契圖都差不多 很接近尺度 因為它不住奈羅比 原來奈羅比 雖然是尺度 但是它的天氣很清涼乾爽 因為它的海拔很高 奈羅比 但是 所以它亦都沒有各種疾病 包括它最肆虐得重要的 在東非那一頭 就是藥疾 曼拉比 這也很重要 就是蚊 以前奈羅比是沒有藥疾的 但是近十幾十年 奈羅比是越來越多蚊 越來越開始有藥疾 所以人們是適應不到 因為它沒有免疫 那些人住在那裡 所以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那為什麼 一字那麼淺 全球暖化 於是你落落給溫度 濕度 都不斷上升 那些蚊可以飛進去 所以其實是擾亂得很重要的 好了 當然也是因為生態平衡出了問題 就是重害四起 農林業也遭殃 其實很多我們以前不會出現的 現在都出現了 那我又說一個親身經歷給你聽 我大概十年前 大概九年前左右 我就去加拿大 那個洛基山洛那裡旅遊 那裡大家知道 有一個國家公園 那裡叫BANG BANG BANG很出名 但是我很記得 我已經裝了一個Tour 就是唐人Tour 所以那個導遊說廣東話 很方便 但是他帶著我們的旅遊巴 一直上山 去那些高山看 風景很漂亮 也看冰村 但是去到那裡 我們過了很多的針葉林 但是其中一部分 你看到都幾廣闊的範圍 全部都變成灰白色和塌上的樹 我問他很奇怪 我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他說是 近十年八載才出現 科學家研究過 原來應該是一個什麼問題 原來這些都是Pine Trees Pine Trees 原來它一直都有一種的蟲 是專門吃Pine Trees的樹皮 那些叫Pine BANG 這不是學名 但是本來叫Pine BANG 但這些Pine BANG 其實跟這些Pine 是有一個很微妙的平衡 因為到夏天 Pine的生長都很好 但那些BANG有很多 所以不肯吃些樹皮 那些Pine Trees都頂得上 但是到冬天 那些Pine BANG 那些Pine BANG 就大量死亡 因為太冷了 但是它死之前 它會產了很多栗 在泥土裡面 於是那些栗 後來就落雪 在加拿大那裡落雪 於是Pine BANG 於是Pine BANG 死了之後 它的栗 就埋在泥土的雪 蓋著 等春天來 每年春天來 大地回春 那些雪融化又溫暖 於是Pine BANG 就酷化出來 破检而出 於是又活躍起來 又再大食特食 那些Pine Trees 從來都沒有什麼周期 都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它說 由於近年來 就是 冬天是越來越短 來得越來越遲 而且那些春天很早就到了 即使龍東的時候 溫度也不夠低 於是那些栗 的存活栗 以前大約是1% 生了100顆 都是1顆可以敷100顆出來 其他其實冬天都凍死了 但它說 因為存活栗 已經高於10% 增加了很多盤 所以到春天一來到 哇 那些Pine Trees 根本那些Pine Trees 就頂不住 頂不住 太多的Pine Trees 於是就大量死亡 就出現了這些 哇 一眼看下去全部塌了 灰色白色的 原來就是這樣 這個很明顯的就是 因為全球暖化 又變遷了 干擾了生態平衡 所導致的一個例子 我親眼看到的 就是加拿大 當然大家也聽過 近年一個很嚴重的危機 就是全球蜜蜂數量的下降 即使我們現在的波這麼先進 原來很多農作物 所謂的獸精 或者花粉傳播 都是靠蜜蜂的 如果你用手去做 你死定了 你的人力是無可想像的 但是現在因為蜜蜂 不知道為什麼 當然最近很多科學家研究 初步結論都是農藥的問題 即是我們用一些農藥 以為是安全的 但原來對蜜蜂是有害的 又是出現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所以說 等待著我們的 說真的 剛才已經說了很多 加上個星期 就是特大的熱浪 特大的山火 特大的暴雨 特強的風暴 洪水 大汗 雪災 雪災上個星期都說了 為何全球暖化裡面會有雪災呢 另外就是 天氣的pattern會變 pattern會變 就是原本應該下雨的地方 不下雨 原本不應該下雨的地方 倒水那麼下雨就變了水災 這個是完全擾亂的 很嚴重的 另外就是extreme weather events 極端天氣會變得越來越頻密 也是其中一些 你看到雷暴 那些大暴雨 另一個就是龍捲風 龍捲風在美國 如果大家有留意 其實近些十幾年來 其實龍捲風是越來越厲害 很多時候 開始的季節是越來越早 和破壞性越來越厲害 為何會特強的風暴呢 其實很容易解釋 就是全球暖化 自然呢 有兩樣東西 第一 海瓶的蒸發量 自然就會上升 上升 大氣層的水氣就會多了 還不要忘記我 因為簡單的物理原理 就是 越暖的空氣 所能夠包含的水氣就會越多 對不對 就是所謂飽和的時間 其實它是包含的水氣很多 所以大家有個常識 譬如你說 在外國今天15度 濕度80% 15度80% 80%都很濕 但其實你不會覺得很濕 但是 在香港 溫度可能是32度 但濕度又是80% 這個叫相對濕度 relative community relative to saturation relative to飽和 但你不要忘記 原來32度的80% 和15度的80% 是兩個世界 各位 你不要以為是80% 就是一樣濕 當然不是 因為15度的空氣 它所能夠包含的水氣 即飽和點 相對是少的 32度的空氣 它的 saturation point 能夠包含水氣多很多 所以80% 其實它是濕很多 你明白嗎 所以我們有濕又熱 很多人經常說的 就是很濕熱 真的濕熱 濕和熱 物不可分 好了 隨著我們的大氣層 越來越暖 蒸發量增加 它能夠包含水氣又多了 但不要忘記 水氣其實就是 一切風暴的能量的總泉源 為什麼 因為水氣是一個氣態 但是當它一直上升 對流運動 上到高空 它就會冷革冷革 它就會營結營結 變回液態 就是細明的水底 但是在營結過程裡面 原來它會釋放大量的熱量 那個就叫做什麼 就叫做 Latant heat of condensation 就叫做營結潛熱 物理學上面 Latant heat 這個熱量其實正正就是 驅動這些所有的風暴 包括龍遠風 或者是 颱風 你知道 2005年11年前 吹集美國 新奧爾良 New Orleans Catrine 卡納美娜 是多麼可怕 整個New Orleans 被它打散了 當然幾年前 橫蘇菲律賓的可言 也是一樣 這就叫做超級颱風 我以前在希民台做 做了十幾年 都沒聽過什麼叫超級颱風 當時我一邊監察颱風 當時我們收的 當然最準確的 就是美國的軍事基地 就是關島 西太平洋關島 他真的派一些偵探機 飛進去台風一邊 很厲害 因為是他們才行 美國人才行 他能夠穿過台風 直接進到風眼 然後穿出來 所以他的資料最準確 但當時看的資料 其實最厲害的台風 到了200多公里時速 已經很厲害了 Hurricane Fullscreen 12級風 從來都沒聽過 可以去到300公里 但現在 超級颱風 超級颱風 都300公里 前兩年 海營 橫蘇 菲律賓 我們在說 死了一萬多人 海營 最高公速 如果沒有記載 是325公里 哇 我做了資文萊 十幾年 都沒聽過 有些同樣的台風 現在的超級颱風 是越來越厲害的 這是跟全球暖化 絕對有關 另一個 大家知道 阿尼尼諾 很多東西都是 為何會這樣 爛了甚麼 阿尼尼諾 阿尼尼諾 是一個很有趣的 它是一個週期性 但不定期的週期性 我們叫做 Periodic 的現象 如果要解釋 時間太長 總之它在大氣環流 出現了異常 引起很多地方的氣候反常 而剛好 我們就是處於一個 一個非常之強的阿尼尼諾 2015、2016年 是一個阿尼尼年 但很多科學家的研究顯示 隨著全球暖化 阿尼尼諾的出現 將會越來越頻繁 以及影響會越來越嚴重 另一個令人憂慮的 其實跟高溫度無關 是完全跟大氣裡面 多了這種化學成分 二氧化碳有關 就是Carmen dioxide 其實Carmen dioxide 其實最先 你可以這樣說 就是令人類難以 應對這個危機 就是因為 二氧化碳 是一種甚麼氣體 二氧化碳 是一種無色 無味 無臭 無毒的氣體 其實在大氣裡面 周圍都有 甚至每一溫 每一秒 都在我們身體裡面流轉 呼吸就吸入氧氣 呼出就呼二氧化碳 所以我們呼出的 叫碳酸氣 留意大家 這個碳酸氣 這個就是重點 為甚麼我們叫碳酸氣 因為不用說 我們呼出來的氣 都不是乾 而是濕的 當然有濕氣 但當二氧化碳 遇到有濕氣 其實它就是溶於水 溶於水 就變成了甚麼 就變成碳酸 Carbonic Acid 當然我們讀個包 都知道Carbonic Acid 是最弱的那種酸 你知道有 Sulfuric Acid 流酸 Hydrochloric Acid 是鹽酸 然後最弱的就是碳酸 但是它雖然是最弱 但是隨著大氣層裡面的 二氧化碳越來越多 它自然就會越來越多的二氧化碳 就溶了在海水裡面 其實海洋已經吸了很多很多二氧化碳 其實已經幫了我們 令到那個暖化的速度已經減慢了很多 就是我們的海洋 但是它不斷吸二氧化碳 其實也是一個很大的嚴重的後果 就是變得越來越酸 現在我們的海洋基本上是簡性的 是一個很輕微的簡性 是Alkaline 就是pH來說 但是這個Alkalinity 已經量度到了 過去幾十年 是不斷下降 就是相反來說 它是向酸那邊進發 所以現在 科學家很擔心 當然有些 就是1750年 比起現在2007年 很明顯 其實我們的酸性已經增加了 現在去到2050年 你可以很明顯看到 偏藍色的就是簡性為主 偏藍色的就是比較酸性的 它有一個酸簡度的表 就是去到2050年 可能已經很多都是偏向酸性 但是偏向酸性 不一定是去到實驗室裡面的酸性 就是酸 它只不過是 更多酸性 但是這個原來已經很嚴重了 為什麼呢 原來海洋裡面很多生物 都是有隔壁的 但是這些隔壁 是什麼組成呢 就是 碳酸鈣 就是酸性的酸性 但是原來這些酸性的酸性 是濃於酸性液體的 就是你放些酸性的酸性 在酸性液體裡 它慢慢會溶 所以 科學家也做過實驗 在實驗室裡面 將這些隔壁的動物 比如這些貝殼 放在不同的酸性液體裡面 的海水 就是看它怎樣生長 很明顯看到 隨著酸性增加 其實這些隔壁的形成 將會越來越困難 甚至是生不到 即是說那些海洋生物就會死 這個所謂的海洋酸化 其實是一個非常大的危機 是威脅著全地球的海洋生物 另外 與此同時 既因為酸化 亦都因為海水的增溫 就是越來越暖 全世界很多珊瑚都出現這種 基本上是一種死亡 我們叫做白化 Coral Bleaching Bleach 即是漂白水 或者漂白粉 就是Bleaching Powder 那時候我們是 一比九十九 一比九十九 就是Bleaching Powder 但這個白化 原本的珊瑚是這樣的 而且很多海洋生物 以它為棲息地 但白化變成這樣 現在的海洋學家 研究告訴他們 原來全世界差不多有三分一的珊瑚 都已經變成這樣 但因為它是海底 我們看不到 所以我們不知道是多嚴重的災難 這裏其實 因為我 不懂得做什麼 看這個 做不到 做不到 因為時間的問題 其實我想給大家看的 就是一則新聞 這則新聞是剛剛昨天才出的 澳洲的大寶礁 珊瑚的珊瑚 都出現了大面積的白化現象 是很嚴重的 好 所以我說 其實 隨著水源的危機 糧食的危機 溫液的危機 各方面 其實就會出現很多氣候難民 甚至出現氣候戰爭 雖然我們現在 你知道過去這兩年 歐洲的難民潮 已經是一個非常頭痛的問題 亦是一個人道的災難 你看這些難民形 多麼可怕 但是 其實有很多專家都指出 很多這些難民 沒錯 表面上有很多是因為戰火 戰亂 所以逃離家園 但是其實也有一部分 是因為氣候的問題 亦都過去有很多 特別在非洲的地方 很多戰爭 或者滅種大屠殺 大家記不記得有聽過 盧旺達的屠殺 你們都記得了 盧旺達是1994年的 另外還有蘇丹 南蘇丹 達爾庫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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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能聽過 其實都是與氣候有關 所以你看看這個 是多麼可怕 這個就是難民潮 不用說大家都猜到 下面那些 其實全部都是屍體 因為撞山大海 其實在中間很多人浸死了 另外 當然 人類 庫爾地球的生物 其實都是受到牽連 被我們加害 是中央的 所以這裡 我們經常說 Bio Diversity Bio Diversity 其實已經受到嚴重的損害 Hell bus 所以其實不只是北極紅的問題 絕對不是 We are in the midst of man 其實科學家已經提到 第六次大氣絕 因為原來古生物學家的研究 告訴我們 地球過去幾十億年的歷史 最少有五次大滅絕的事件 那五次應該是自然的原因 當然 人類那時候都沒有崛起 對上一次最最後第五次大滅絕 就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恐龍滅絕 那次6500萬年前的百惡幾大災難 應該是一個 一個更小過香港島的一個殞石 撞下來地球 大概10km 香港島是14km 由堅尼地城到小西灣 就是14km 大概10km的殞石 要陰速的20倍 撞下來地球 威力是大概 現在美蘇的核彈的威力 加上的1000倍以上 這樣導致大災難 恐龍就滅絕了 那是6500萬年前 人類未出現的 那今天這個呢 就是完全是我們自己一手造成的 就是人類對環境的事業破壞 那這本書呢 我前陣子看了 Elizabeth Corbin 就叫做第六次大滅絕 那這個表你也看到了 就是Number of species die out per year 其實我們現在那個 物種滅絕的速率呢 是比起一個所謂natural background 的速率呢 是大了超過1000倍 是1000倍 其實很多物種呢 已經是消失了 不會再回來的了 那實際上 亦都很多有色之士 過去十幾年來 也都著書撈說 提出過這些警告 當然包括我 那小小 換醒69隻青蛙 這些更加直接就是 例如 the coming famine the global food crisis the climate wars 氣候戰爭 the food wars climate refugees 氣候難民 然後when the rivers run dry water the defining crisis of the 21st century 但是我們很多時候呢 仍然都是 只能看到眼前的 短期的經濟利益 就是馬照考 武照跳 都不覺得有什麼問題 其實一個很大的危機 就已經在出現了 好了 上次答應大家說這個 終於到今天 最辣屎便就夠了 不過都很快再說兩句 大家明白 原來地球的陸地表面 大概有17%左右 是屬於一種的 叫做permafrost 叫做tundra 上次解釋過 但是呢 我們說過死穴 就是溫度 溫度上升 它就是溶化 為什麼我們這麼怕溶化呢 當然一部分 你看 那些屋 那些路 tundra mountain 有些人也好像有好處 因為找到很多的 凍土下面的 那些叫做 猛馬 那些長毛匠 那些長毛匠的鞋棍 於是就有很多 匠牙出來 現在這些匠牙 其實世界的 那個 媒媒組織 都已經說過 就是不違反那個匠牙禁運 所以現在我們可以 反賣這些匠牙 因為為什麼 因為那些匠牙 其實那些匠牙 不早已經死了 就不是要殺了現在的大匠 所以現在我們這些匠牙製品 就出來了 這些是古代的 但是這個絕對不是什麼好消息 就是因為它溶得緊要 但是我們最擔心就是 原來在溶的過程中 釋放一種氣體 這種氣體就叫做鑑丸 英文叫mine 化學的成分就是CH4 一個碳原子 四個氫原子 那mine有什麼可怕呢 原來mine的吸熱能力 即溫室效應的能力 是比氧化碳大 二十幾倍的 而且看你怎麼看 有人說是一百倍 為什麼呢 因為原來就要計算 它在大氣裡面的平均停留的時間 因為宇宙化碳大 在大氣裡面平均停留很久 超過一百年 超過幾百年 但是鑑丸的cycle是短的 暫時以現時為止 我們自己來說 鑑丸的cycle 平均在大氣停留 大概是二十幾三十年 所以如果你按照二十幾三十年的 停留的時間 其實它是比氧化碳大 一百倍以上 為什麼我們以前經常聽說 鑑丸是二十倍 二十倍 二十幾倍 就是因為 很多時候 我們將它標準化了 就當這個鑑丸和 宇宙化碳同樣停留一百年 這樣來計算 那個warming potential 我們所謂的 增溫 那個潛力 就是當它停留一百年 實際上它不是停留一百年 所以如果你真的計算 它停留的時間 那二十幾年 它是比氧化碳大 還要厲害一百倍 這個鑑丸 鑑丸我們是絕對不陌生的 香港人 因為我們家裡 我相信在道 很多人都用煤氣 其實煤氣主要的成分 就是鑑丸 就是c4 它是可以燒的 其實鑑丸是沒有氣味的 但是為何你的煤氣 就是將煤氣這麼公備呢 因為煤氣公司 特意加造一種氣體 很刺鼻的 下去 就讓你有所警告 哎呀呀 煤氣 其實鑑丸是沒有味的 但是它是非常可怕的 原來這個凍土下面 是包含了大量的鑑丸氣 它一溶化 就會釋放出大量的鑑丸 而且鑑丸 在大氣裡面 就會令到 溫室效應 大大加劇 令到全球暖化 更加緊要 但是全球暖化更加緊要 那些凍土就會怎樣 融得更加緊要 這個就是一個什麼 典型的惡性循環 Vicious Cycle 術語叫做正反跪回路的循環 Positive feedback loop 令到科學家非常憂慮 最近這幾年 在西伯利亞 已經出現了很多 無端端的神秘大洞 在Siberia 其實應該是 凍土大規模融化的先兆 這個是更加令到科學家憂慮 當然凍土融化 這個就是一個我們說的 叫做臨界點 叫做tipping point 但我們要科學家研究 原來在地球上面 還有很多不同的tipping point 即是說我們現在已經 非常愚蠢地 不停地去接近這些tipping point 即是你一過了臨界點 其實就不能回頭了 還有這個就是自然界 其實有一件事叫做timelapse 你看這個圖 是令到科學家非常憂慮的 這個就是二氧化碳 這個就是全球的氣溫 這個就是海平面 你看看過去四十幾萬年 這個四十幾萬年的圖表的數據 基本上這三者是逆步逆趨的 當二氧化碳高的時候 全球溫度也高 海平面也高 這個很值觀 我當然想到 但你看看 按照這三個圖表的比例 我們的二氧化碳的含量 其實現在已經上到400 已經來到這裡 但其實那個氣溫和海平面 是遠遠沒有按比例的上升 不是沒有 是未 因為自然界有一件事叫做 時製效應 就是timelapse 所以其實某一程度上 你看了這個圖 其實都已經 都不用再聽這個角度了 下個星期都不用來的 不過我不想看看 其實如果你看完這個圖 你會發現人類是玩完的 是8%的玩完的 即使我們今天已經馬上不停 即是不排放任何的 二氧化碳不排放任何甲園 其實我們的溫度和海平面 還會不停地上升 蒸完 你燒熟一隻鍋 把牛油放進去 牛油已經溶了一半 你現在馬上關火 你以為可以搞定嗎 牛油還不會用嗎 當然不是 還有一段時間 你關火 整隻鍋都是熱的 所以這個 是令科學家極其憂慮的 因為因為的長時間 的蒸完蛋和蒸完蛋的效果 加上的蒸完蛋的效果 加上的蒸完蛋的效果 會繼續 和蒸完蛋的蒸完蛋的效果 至少幾千年 即使我們現在的蒸完蛋的蒸完蛋的燈發生 我上次也提過了 下一個冰寒紀 其實不會來臨 即使今天 地球上所有人都死了 下一個冰寒紀都不會來臨 The next ice age has been cancelled 所以我們現在面對的問題 是很大很大 大到 其實可以這樣說 我其實不是今天這樣說 我十幾年時已經跟朋友說了 我就說 這個化學問題這麼嚴重 那怎樣 我跟先生說四個字 隨時說 你看完這些數據 你能否做到什麼 不是 我們之為人 我們有尊嚴 我們有尊嚴 死也要死得有尊嚴 我們要死馬 當活馬醫 我們只能夠這樣做 You have no other choice 如果不是 個個都及時行樂 就去殺人破破 奸人不努力 這個世界就即死了 我說你沒有前途了 不如殺人破破 奸人不努力 不行的 做人 所以只能夠死馬 當活馬醫 那怎樣醫法呢 不好意思 這間有多 我剛才答應說 今個禮拜講巴黎峰會 但是巴黎峰會 我答應一下 不一定講巴黎峰會 因為他不講巴黎峰會 沒得說下去 究竟巴黎峰會 究竟有沒有什麼成果呢 巴黎峰會之後 我們經常說 post Paris conference 我們要做些什麼呢 我們下兩個星期就會談好 好嗎 今天和大家分享到此為止 多謝各位 有什麼問題都可以發問 有什麼問題都可以發問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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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請問 最近我收到最新的科技 有個消息 就說 中國原來有個科技 可以將海水變成淡水 而且成本又不是太負 我去問 如果海水變成淡水 會否對人體有什麼害 首先答第二個問題 其實對人體一定都不好 不過現在不是淡水 海水也是淡性的 沒有那麼簡潔 所以應該的影響不會太大 但始終如果身體一向是雜化 那一個px的 你現在喝點水 那個px變了 其實也是有影響 不然我們現在吃很多東西 食物安全的影響更大 不知道多少化學劑 好了 回到剛才的問題 沒錯 其實在海水化碳那裡 當然這裏本土派一定最有興趣 即是不再買東方水 即是不再買東方水 我們香港自己周圍都是海水化碳 就可以了 但其實在70年代 那時候我已經蒙成了 其實在70年代 其實香港是做過的 政府 即是地政府是做過 在諾安排 有沒有聽過 諾安排的地方 其實是在青山那裡 湯門那裡 建過一個海水化碳廠 後來因為成本太高 不怕算了 終於沒有做 終於跑去買東方水 現在很多數據顯示 最新的海水化碳技術 分分鐘會便宜過東方水 但其實我真的深入研究過 究竟是否真的 因為你講了一個 所謂液滲透的過程 即是reverse osmosis 如果大家讀少少少 chemistry 你也知道滲透作用 它有一個液滲透的作用 就不像以前那樣 直接要將水煲滾 然後蒸氣 然後蒸漏 蒸漏就只變淡水 但是那個廢號的能量 是很大很大 所以成本就非常高 但如果你現在不需要 將水煲滾變蒸氣 讓它變淡 然後用化學的 很先進的薄膜技術 有些電極 或者影響它 或者液滲透 理論上可以是 那個能量是省很多的 但計算出來的成本 究竟是多少呢 即是和東方水鏈比 我暫時未有數據 大家有興趣可以上網 自己去找一下 但我都覺得 這是一個應該繼續去研究的方向 是很重要的研究方向 因為隨著淡水資源缺乏 我們真的要重溝海水化碳 其實海水化碳 在中東已經在用 因為中東大 但它在用 真的害死人 為什麼呢 中東大不石油 你好像沙尼阿拉伯 杜拜 巴林那些地方 其實有很多已經在用海水化碳 因為那裡根本不夠水 人口越來越多 就越發達 但為什麼海水化碳 就是用最原始的方法 就是這樣來蒸餾 蒸餾 其實它是燃燒大量的石油 製造大量 為了有發碳 即是死了八天 所以我們一定不可以用 這些古老的方法 用鮮進的方法 但是鮮進的方法 也要用電的 對不對 問題是電點 如果你說有大量的 廉價的 無限量供應的電 我們一早就解決了這個問題 就不用潛絕求暖化了 為什麼 因為現在人類的發電 其實現在主要是超過八成至九成 都還是來自八種燃料 你看我們一亮燈 用電腦 用手機 用手機要充電 充電都在場上插 那些電點 其實現在這個世界 原來你說 我們好像快要去到火星了 起碼MacDemon去了 要我們救 但是我們真的未來 我們去到火星 iPhone去到iPhone77 iPhone77 iPhone66 iPhone66 沒有意思的 因為我們很多科技 還是極其原始 就是我們的能量 我們能源的問題 我們能源基本上 現在八成以上都是化石燃料 如果這個世界 突然間一天 是不准消化石燃料 其實整個社會 整個文明 就馬上倒閉 立即沒有責任 所以我說 我們解決全國女花的問題 都很容易 我們四天來四個鐘頭電 我們應該都可以解決到 那你可不可以想像 四天來四個鐘頭電 我們這個社會 去到什麼狀態呢 那問題就是 但是你不是這樣 就一定死 那問題是你想浸死 還是燒死 那意思呢 是吧 即是橫下死 就死 所以其實最重要的是 我們盡快 就是要發展 即是沒有碳排放 沒有那方 現在我們先有些預告 我說這麼多 真是壞消息 說壞消息就不要再聽了 說聲音都沒有消息了 我告訴大家 其實地球 在太陽那裏接收的能量 當然地球 摺獲太陽的能量 是二十億分之一 所以如果太陽的能量 馬上給我們 我們地球會一聲 就發揮 一流氰煙 整個地球不見了 我們是摺獲太陽 每分每秒的能量 是二十億分之一 但是這二十億分之一的能量 原來已經等於人類現在所用的能量 八千倍 八千倍 有數都可以計 根本數據都在這裏 你不相信 你去看看 我們有一個所謂 Solar constant的東西 地球 當然它永遠都一半 向著太陽一半 一半背對著 但它向著太陽所接收的 其實是計算 最多的能量 當然當然要是 power 即是per unit time 但是我們要簡單計算 什麼是八千倍 給大家看 其實我們在太陽截獲的能量 地球 每一個半小時左右 的能量 已經足夠我們人類全年的使用量 一個半小時的太陽能 已經足夠我們全年的使用量 但問題是 你八千倍 你截獲到八千分之一就可以了 是吧 但現在是八千萬分之一都沒有 是吧 你看看我們過去幾十年 那些什麼 太陽能電磁板 什麼什麼 整個沙漠都是 但其實計算上來 我們佔獲的能量 是不及得 真是幾千萬分之一 那就是說 我們要將這個分額 要提升 但你說提升 又不是幾千萬倍 又沒那麼可怕 其實 現在我們太陽能 風能 其實最新是佔我們 人類現在用的能源 已經開始接近1% 全世界 你聽聽這麼多 那這個很悲哀 令到很沮喪 是吧 講這麼多年 太陽能風能 其實都是佔人類的耗能 大概2% 但是就是說 我們如果要在 譬如2050年之前 我們都已經是 太早就沒有可能 太遲了 也真是沒有意思 那譬如我們用2050年來 做一個目標 如果我們在2050年之前 即是之前 那時候 是將我們現在這個 太陽能風能的發熱量 提升50倍 當然也不用完全提升債 提升50倍 即是100%來自太陽能風能 那你說 再極端一點 就算是100%來自可再生能源 即是將我們現在太陽能風能的發電量 在現在16年 是吧 即是還有34年 是不是34年 是不是34年 就已經2050了 在34年之內 將我們的太陽能風能的發電量 增加50倍 其實這就是我們人類現在 最有意義的一個project 所以你們 請轉系 無論你現在讀什麼都好 你轉過來 這個工程系 請轉 就是將我們這個2% 表明1% 150倍 在34年之內 提升50倍 有可能嗎 其實不是有可能的問題 是必要的問題 你們不記得 我們有個英俊主角 在前年那部星際啟示錄 裡面的結尾 握著太空船 Matt Damon又 炸死了那個氣閘 爆炸了在軌道的太陽站 但是他握著那個太空船 跟我們的美女主角 Ann Hopperway 是吧 糟了 炸了就無法回去 那不是太空船 原來是個母船 我記得是 那是個母船 但是都軟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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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不行 我們搞不定 我們人手 要韓志業要會合 我們的太空船要飛去母船 才回到家 旁邊 有個二打老闆 不好意思 就是那個配角 他說 That's impossible 我們說 英俊男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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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出名 但是他馬上說 很簡單 他說 他說 Yes, but it's necessary 是吧 其實我們面對的問題 是沒有可能的 but it's necessary 是吧 所以我們記住 34年 遲些就變33了 再遲些 再遲些就32了 我們在34年裡面 將現在的可在生能源 那個份額 由氮值2 提升到氮值100 有沒有可能呢 Maybe it's impossible but it's necessary 是吧 好 這個詳情呢 下個禮拜就說了 好 多謝各位 謝謝 謝謝 enemigo 吧